2024武汉汉口北商品交易会11月12日开幕 位于该市黄皮区的汉口北低空港当日启动运营 5条低空飞行航线正式开通 我们这个里面其实主要是有一个直升机和无人机的一个这个起降基础设施 包括无人机的可视化智慧调度系统 那么主要其实就是以我们的这个无人机的货物运输 还有这个直升机的观光旅游为主 汉口北低空港负责人陈文静介绍 当日开通的5条低空飞行航线 分别从汉口北至汉口北工业城 武汉客厅 汉政街 武汉国际会展中心等目的地 飞行时间4分钟至20分钟不等 单个无人机可载30公斤货物 单次飞行航程可达28公里 货物都是标准件四四方方的 但是你比如说我们就运输过程中 我们发现我装起来可能重量没有那么重 但是我的体积可能会很大 这个时候我们的无人机有这个锁掉的系统 那它其实就可以锁掉去把它给勾住 然后在悬空的这种情况下 然后去运到止进地点 那么包括我们也会在有些房屋和房屋之间的 间隙比较紧密一点 那么可能我的无人机无法第一时间 马上降落下去的话 我们也会用锁掉的系统 把货物直接的运输下来 陈文静称 无人机配送相比传统运输方式更加节省时效 特别是在高峰时段 优势更加明显 我们按照不堵车的路线来看 大概是要20多分将近30多分钟 30分钟的样子 但是我们如果说是直升无人机的话 其实可以达到15分钟内就准时送达 所以这才能够真正的保证我们的 从我们几乎是海鲜 从鱼缸里去缸里拿出来 直接可以到餐桌上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会长何黎明表示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和产业变革的突飞猛进 以技术创新为突破口 带动模式创新 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 培育物流新制生产力是必由之路 汉口北低空港 作为全国商品市场首个低空物流运营基地 有望成为发展新制生产力的先锋队 我们只是现在前期试运行 就当我们批了这个五条航线 后期我们也会精准地去开拓更多的航线 完全去覆盖我们的这个武汉三镇主要的一些区域 我们重现低空版或到汉口活的这个理念 近年来武汉持续发力低空经济 相继出台多项政策为低空经济产业发展提供支撑 此前当地还开启跨境电商加低空物流配送新模式 开通武汉至实验及荆州通用航空短途客运航线等 用人批替荷售 用人批试13 counted当地步 邮新兹